大家好 現在我就在元朗 今天我拍這段影片 就不是一個正常的單車vlog 今天有什麼特別呢 今天就是在屯門那裡有一個屋苑 叫做風景園 它的第一座 就被人因為有COVID的例子 有個案 所以就被人封了 如果幸運的話 我是永遠都不會知道 究竟一個屋苑被人封了的情況之下是怎樣 所以我就想趁在今天 就踩單車去屯門的風景園 看看究竟一個屋苑被人封了 究竟這個情況是怎樣 我今天去的時候當然準備好了 口罩 而且我一定不會去得太近 因為我沒有眼罩 沒有全裝備 但我也想體驗一下 究竟在外圍也想知道 究竟是怎樣的 時間已經是11點多 可能會問 為什麼我不一早7點的時候去呢 原因就是 因為我現在工作是跟英國的時間 英國的時間 現在就是3點鐘左右 我就剛剛住完工作 我剛剛才跟別人開完 所以我現在才有空 現在才踩到屯門那裡 我絕對不建議別人去一個封了區的地方 只不過是我自己好奇 我覺得我這一輩子應該不會再見到 有一個地方會這樣被人封了 尤其是過了這個疫情之後 你應該想做 我去完之後 你已經知道現場是怎樣 所以你不需要再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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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 好奇 可以 對 對 好奇 很好奇 對 好奇 太多了 沒有踩過屯門 真的嚇死我了 我太久沒試過晚上踏 不習慣有些東西突然衝出來嚇我 我不知道你平時踏單車徑的時候 會不會在這裏想 究竟為什麼一條單車徑會這麼遮蓋呢 究竟他們那些紅毛泥在乾的時候 那班人在做什麼呢 這些紅毛泥現在在乾 這些難怪都掉下去了 然後就會凹凹那塊地下 然後就乾了 然後那塊單車徑 接下來的五年也好 多少年也好 就一直都是凹凸凸凸的 其實這條單車徑是已經很滑 我自己覺得最少 單車徑來說 這條單車徑已經算是平了一堆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要再鋪 我現在就在脫門的龍門居對面這裡 我剛剛就過了這一條橋 我剛才來的時候聽到幾個人問 那個是不是MW來的 是啊 是我來的 只有我這個肥仔會戴著 這樣戴著頭盔 穿著這些T恤 然後穿著一雙八年的爛鞋 這樣去踏單車 是啊 沒錯 是我來的 那我現在就在這裡 根據Google Map 我是沒有去過風景樓的 還是風景圓的 應該不會太難找吧 我是完全不熟悉屯門的路的 你以為我經常踩單車看屯門 我是只是去單車徑的 我是不懂其他方法的 我真的要把電話放進去 前面 看到有很多警車在這裡 我怕他一會兒以為我住在裡面 然後我爬了進去 然後我走不出來 糟糕 很多警察 我看見有人在這裡拍照 有些人是剛才回到家裡進去 我最初打算是很遠距離這樣看 因為我自己 我又不是穿著什麼保護衣服 但我看見警察這樣站在這裡 應該沒什麼吧 這裡就是香港01的新聞台 你看到這裡 2月3號風景園被人封了 你看到這些照片 有一些就直接在這裡拍的 我就... 我特意調轉我的單車 我懶得警察要說進去 然後真的抓了我進去 這裡就是Tower 2 以我所知就是Tower 1 被人鋪了 Tower 1 你看到這張照片 這個是香港01的照片 我還沒看到這些帳篷 我試一下繞另外一邊 進去看看會不會看到那些帳篷 這裡就肯定不能繞 繞了7點才出來 這個男人呢 剛才經過這個 從Tower 3那裡出來 我想說他咳嗽了一聲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害怕 雖然我跟他隔了差不多5米的距離 那我們現在就繞了一個大圈 由Tower 2那個入口 到Tower 3那個入口 我不知為什麼我好像弄到這條片 好像很劇情 其實一點都不劇情 因為根據過往的紀錄 就算出了一千多二千人 其實只有一兩個人都是染病的 原來前面有更加多的警察 我就... 我懶得走這麼近 一會兒 你知道的啦 說了這麼多次 我相信這一棟就在Tower 1 因為所有的警察都在這裡 那我剛才說新聞那裡有那些藍色的帳篷 還有很多新聞台都拍的那些位置 就是前面那些帳篷 你看到很多的帳篷在這裡 在前面這裡 我不知道這個GoPro 不能瞄準 我不知道有多近 你看到不是很多人開燈而已 現在的時間是差不多12點鐘 12點鐘 可能人都關掉了燈睡覺了 或者沒有人在裡面 人們收到風走 好像元朗一樣 人們收到風走 然後全部人都走了 不過對了 我想這條片就... 看這一棟Tower 1的時間結束了 因為我自己... 其實都沒有什麼看的 只是很多警察站在圍風 然後有些藍色帳篷在這裡 被人做檢測 就是這麼多 不過我很相信在我一生人裡面 應該都沒有什麼機會 會再是這樣 去到風樓做檢測 那我現在就回家睡覺了 其實我不應該說睡覺 我是... 今天因為有... 是跟英國時間的會議 所以我是跟英國時間去做事 然後我喝了三杯齋啡 我現在應該到今天凌晨四點鐘 都不會睡得著的 COVID-19的事情就到這裡了 我就回家了 你 對